我吃過伊朗的花紅花雪糕 阿富汗的玫瑰味的雪糕 新疆的羊奶雪糕 在德國有一種辣芝士雪糕 另外在阿瓜多爾吃過一種雪糕 好像不加糖一樣 最喜歡阿富汗的雪糕 那個雪糕叫Sher Yak 吃下去是有些Innen感覺 因為它的製作過程 有個東西會搖搖搖搖搖搖搖 不知道幾杯 一千多杯 近期去到瑞里亞 純粹為了去一間 已經開了很多年的雪糕店 去期雪糕有點類似 但不一樣 拿起的時候是稠的 可以拉的雪糕 可能不知了 瑞里亞就開始了 這間雪糕店是很興奮的 其實戰爭對它的影響不大 我一開始媽媽也悶了 因為我媽媽已經知道 其實我已經知道你錢了 我跟她說我們禮巴戀 然後她說OK 然後我選了去瑞里亞之後 我再斬喉酒 你每次吃都是很麻煩的 是啊 也不是很瘋 小時候沒什麼錢 然後就沒什麼娛樂 有時候開心又不開心 媽媽買一杯雪糕 吃完就覺得很開心 起碼也有一杯雪糕吃一下 到了長大 到自己有能力的時候 就想去不同的地方 像不同的雪糕 那次去了五十個國家 九百七十八日 那時候很殺脫 那時候有點不開心 你夠女費 然後就硬了 不管了 我要寫辭職信 然後寫理由 因為世界很大 想走一圈 Mars五年前 一次過洗完十一萬積蓄 用了三年多時間 做背包客 窮遊世界 為什麼她不節省這次買樓呢 因為這個吸引力大 買樓多一點 她也買不到 反過來 我覺得如果 這幾年出發 未大過未必做 未必會做到 或未必敢做 越大過就想 幸好之前做了 現在主角公主也在做 主角生產 因為我看到 譬如有些某些國家 那些人都不太好 看到小朋友 吃雪糕 吃得很開心 我就想起自己 小時候也很開心 那我就想 會不會把這些 帶來的喜願 會給到 我們的下一代 也好 或者是 我們本身香港人 所以回來會想 開一間 雪果店 會研發一些 不同的雪糕 可能在世界各地 吃過很特別的雪糕 希望可以帶給香港人 又嘛 真的 或是 我去找了 快到 自己去找了